肾不好腿先知出现这三种情况要注意 你的肾好不好 看看你的腿就知道 为什么这么说呢 肾脏的位置居于下胶 而我们的双腿位于人体的下半部分 同时占了人体一半的体积 所以腿的健康跟肾脏功能有密切的关系 肾不好腿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我们一起来看看 如果你平时经常会感到腰腿发凉 暖不热 平时还总是很怕冷 总是比别人穿的厚 小便还总是很频繁 咽尿也很多 有的人甚至功能下降的情况 那像这种人都属于是圣阳亏虚了 因为圣阳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温讯 所以圣阳虚的人就容易腿脚凉 其次还有很多人年龄也没有多大 结果一体检 发现自己有骨质疏松 这种人多半是圣经亏虚 在中医来看 圣足骨生水 所以圣经不足不能滋养骨骼 就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 同时还伴有记忆力的减退脱发 牙齿中洞等情况 第三经常有下肢浮肿的情况 像这种现象也跟圣有密切的关系 圣被称为水质下缘 人体水液代谢要靠圣的增腾计划 如果肾气亏虚 水液代谢失常 就可能引起下肢水肿的现象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要提醒大家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地方 要及时就医 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不可盲目用药